连线给专家 连线的就是华冠投顾的范振宏分析师 老师午安 很快早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老师马上帮我看一下 早盘呢 这个拉回一度超过了百点 您觉得是怎么看 是不是在今天的台子期结算 先行压低结算了吗 那明后两天呢 廉价长假之前的这个卖压 明后两天还会出现吗 还是说很多人决定呢 今天先卖了 礼拜五才能拿到现金 怎么观察 但如果我们对照美股来看 美股昨天其实呢 相对来说除了废半 还守在五日线之外 那斯达克或者道琼 相对都比较偏弱 接下来可能要不要担心美股 如果真的还比较弱势 会影响到台北股市的后市表现 好 那我们就先来聊聊美股 因为昨天CPI数据公布 那大家应该会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CPI数据是比预期低的 就应该说是 就是通膨率没有那么高 那其实市场就想说 应该啦 本来应该想说通膨率没那么高 那是不是连准会要说 减购债的时程 可能就不会这么紧迫 那资金可以留在市场上 更久一段时间 那感觉这样是 应该是偏向利多多 可是美股的确 就是CPI数据刚公布的时候 美股开盘其实先拉一段 可是后续呢 却出现一个反而是往下走 反而出现跌了将近300点 那这个状况呢 其实跟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就是8月底 那时候全球央行年会 那时候大家其实很担心 包额会出来说 要缩减购债这件事情 因为担心市场会 因为缩减购债往下跌 可是市场却因为 把这个包额的评论 这个公开发表的演说 把它解读成所谓的鸽派退场 反而市场去出现个大涨 所以等于说 现在美股的这个 对消息一面的解读 也是蛮有趣的 因为本来大家都认为说 说减购债要跌 那这个应该要小心一点 结果是涨 那昨天CPI是比预期低 本来应该预期 美股应该要涨 结果昨天是跌 所以等于说短线其实 这结论就是什么 就是其实市场处在一个 很不稳定的一个状态 这边说就单纯 完全就是看市场怎么去解读 这个消息一面的来源 那当然说长线来看 我是觉得说 你够在还是 迟早会发生的事情 那短线的确 就是说从汇率来看的话 美元也还没有说 进入一个强劲的升值 或者说台币出现一个 强劲的 比较大的贬值 所以目前来看资金是 的确还是在市场上面 去做停留 可是呢 整个市场量能 就缩下来 那当然有人会解读说 是不是说 接下来中秋廉价 所以整个量能就不见了 等到 也有人在想说 下礼拜量能 应该会有机会回来 那其实以目前 这个大盘的技术面来看 的确 你说单单用技术面来看 目前呢 是处在一个高档 整理量缩 其实也蛮符合 我常常讲的 所谓的价稳量缩 筹码稳定的现象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下一个问题 就是我常常讲说 大盘还是要去看 里面的内容 那大家有应该会注意到 其实说从这个 8月从那个16250点 这附近拉上来之后呢 这一段 基本上都是涨 全值股比较多 等于说资金是集中在 少数个股升上 那整体的族群呢 你说主流状况 其实并没有很明显 那你说对啦 这个金人代工双雄 是算是比较强的 也比大盘强 可问题是只有 他们两个没有带动 周边的上下游供应链 或者是说 相关的族群 他基本上也没有出现 所谓的群聚的 群带的效应 所以这样的话等于说盘面上会变得非常难操作 然后就是说 就是最近没主流 所以变成说 即便呢 这边大盘走出一个不错的形态 可是如果没有一个主流 提起来去做带动的话 我觉得大盘如果在下礼拜 亮回来往上涨的话 可能其实金也会 比较偏向集中在全值股 拉抬指数的部分 那反正中小股 有可能会 就会持续的疲弱 那我们还是去看一下 这个多工头加速比例 那其实 的确啦 短线来讲 我们看短线的数据 可能就觉得说 好像没那么差 短线的那个多头加速 今天在今天是有拉起来的 可是你是看到长线的数据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长线的空头加速 其实反而在这两天是 往上走的 就变成说 其实等于说 短线跟长线不同掉 那这原因就出在 其实最近很多个股 是从第一档去拉起来 它并没有群聚的效应 那比如说像最近的这个 化工股好了 也是一样 他们就比较偏向 之前经常都不太动 然后最近开始整个族群一起拉起来 可是问题是 这个族群基本上 本来就属于一个股本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大 也是有股本大 只是相对来说 股本是比较偏小 那成交量也是低的 那可是你看到 它今天的占整体的成交比重 基本上是来到了7% 早上一步到8% 所以等于说 资金大入 大量涌入这个 股本小的这些化工股 其实我觉得 反而不是很有利于整个市场的一个 整个的这个主流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反而是要小心的啦 那当然说以今天的状况来讲 大盘也是 技术平台是如果说嘛 就是接下来这几天 只要指数就算 就算指数撑在季线附近 那季线也会开始往下挽 那主要就是因为扣底开始往挽把走了嘛 因为目前今天是扣在了这个 6月24号 所以今天已经扣在17407了 所以等于说明天开始就要直接往上走 那最快最快礼拜五就会 有可能就要转为下弯 那我觉得说这边短线应该还是比较偏向 一个难操作的一个状况 我还是会建议大家 尽量资金还是留在手边 其实会比较安全 因为毕竟你目前来看 我自己在观察明天 展望强势的族群 不管是车用啊 或者说比如说电子标签 或者是高速传输IC 这一类算说 可能股价位置可能还是相对大板强势 可是他们再去做推高或创高能力 基本上已经相对做 而且蛮多车用族群是已经有点转弱了 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可能要多留意 那当然说最近 像今天航运股早盘是有破线的一个状态 那当然说像目前是稍微有拉起来 那可能短线就是先作为撑盘 那钢铁股的部分 蛮多人会问 那基本上只有钢铁一个 只有中钢一个人算是独抢 所以整体来说你说 有要走出一个主流的状态吗 我觉得也看不太出来有这个迹象 那就大家可能要特别留意 好 那如果真的要找主流 那今天的鸿海的呢 鸿家军这个MIH联盟 因为鸿海跟玉龙合作打造的电动车呢 在网路上的照片曝光之后 似乎看起来今天呢 整个相关的个股啊 股价表现就相当强 以胜KY位数都还攻上涨停 广雨的部分呢 涨幅也有超过了6% 震达超过了5% 红准超过了4% 您怎么看今天的这个MIH联盟 在这里骨架在动 一张照片让整个骨架 开始有机会雨露均沾吗 还是说这只是一个短线的停财发酵呢 有哪些个股可能长线来说 是真的有机会在这里受惠的呢 好 那我们就用技术面来做解读啦 因为一张照片其实不代表营收 对不对 因为还是没看到营收啊 那个大家看哦 就是红海 今天比较强是红海红准啊 或者是说在广雨 或者说在这个以胜 其实他们的技术面 都是处在什么状态 经常都是在季线之下 那甚至今天涨停的以胜 是在年线之下涨上来的 所以等于说他们是 比较偏向一个短线的题材 让资金去做一个追价而已 我是觉得这边还是 他们还不能算是一个 多头的一个状态 所以等于说 就算他们后续要转强的话 我觉得也是要再关注一下 后续形态的发展 因为所以原则上短线 我可能会 比较把他们定调为 可能就是 可能今天是当中客进去 或是隔游中进去 所以可能短线的行情而已 因为毕竟你看到现在 其实广雨跟红准 其实上线也开始收起来了 那其实以胜早上 也是有蛮多的卖压 那所以短线我是觉得 大家看看就好 不要过度的去做追价 因为基本上 如果最近有在操作的 观众应该都有感觉 你只要一追 基本上就是 短线就是先逃再说 那玩意运气不好的话 还往下杀去做破信 那其实短线来说 其实键上 操作是非常困难的 那我觉得大家还是多小心 好 谢谢老师 一个连线分析了